公司航號放炮 銀財神 但勞工偷偷醞釀地磁城 人力銀行統計 龍年開工日當天 求職王履歷開啟數 衝上一百六十萬筆 創歷史新高 公務員 然後銀行業德 然後還有做海運的朋友 就是都 都想要離開 覺得可能是中年危機吧 他們又對工作 環境沒有很滿意 因為我自己是做資訊相關的 年終好不好 其實就差異蠻大 也有一些就純粹自己質疑愛的規劃 或是說想要跳離舒適圈 動轉職念頭 開履歷更新 甚至早在年前 後台流量就比去年同期增加兩成 調查上鉛筆問卷分析 新年轉職率最高前三名 包括傳產業 製造業 及營建不動產相關 比例都高 各占三成 疫情之後 景氣不理想 還有他們之前在疫情期間 業績大爆發 但後來可能有一些 去化庫存等等的問題 所以傳產還有製造 他們在今年年終的表現 確實是比較不理想的狀態 新年新希望自然向前看 金融相關被點名算是鐵飯碗 固定調新加上今年年終可觀 資訊科技也是潛力股 整體員工福利相對理想 都是求職熱門產業 但像這一類缺功難解 從鋪床到打掃 一人搞定 擦桌 收碗 急著再接下一單 旅宿餐飲服務業 工時長 要輪班 勞力密集 缺額又以基層工作為主 累計開超過十萬筆 一直沒補齊 新年換跑道 求職熱門度 看誰更有前途 三列新聞 江若瑋 曾嘉宣 台北報導